敬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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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市長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對 面對台北 是像我們這種窮的人 我現在想要跟科市長說 我已經看不太多了 等一次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三個人不能存一棵樹 現在我想要跟你說 做一個市場才有錢 我們失敗的名字 絕對有失敗的 拜託不要再用力 我就幫我們拜 我們已經有幫了這位小玉 依她的賣飲所得的單位來換算 十萬塊這位阿姨要多少 才能夠撞得到 她需要花半年 不吃不喝的狀況下 才能夠撞到這十萬塊 柯市府是一定需要嚴肅的面對 她 劉英不是犯罪問題 劉英是貧窮問題 劉英窮的單 運賭車手黃債 劉英窮的單 運賭車手黃債 柯市長 劉英是貧窮問題 不是犯罪問題 柯市長 劉英是貧窮問題 不是犯罪問題 台北市 劉英還有日尊協會 召開記者會 那今天的記者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從兩年前2015年 萬華分局的 昆明派出所的警員 釣魚的這一位 Miko 他是一個劉英 然後他就被兒少40條起訴了 這一個條例呢 基本上是在管理說 兒少 因為要保護兒少 所以要有一些色情的訊息 是不能到兒少讓他們看見 但是Miko是承認性交易的廣告 所以他根本沒有對兒少的小朋友 告訴他們 他有在做性交易 而且他從來這一生 從事性交易 也沒有接過20歲以下的客人 那很荒謬的 我們就是從二兩年前 一路開庭 開了一審到二審 上禮拜 終於決定 二審的判決書 是判兒 劉英Miko是無罪 就算是這一位劉 他是兒少40條無罪好了 但是這個無罪 其實是什麼意思 其實他是兩年前的 網路的 成雷辛交易 廣告的行為本身 判定無罪 但是呢 劉英的身份 倉妓的合法的身份 依舊還是 是所有80條來管理 那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他每天還是在冒非吧 第二個 我們另一個 今天也要邀請 有一位劉英叫小玉 小玉是 比Miko再來得更老的小姐 也就是因為是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無法被解決的狀況下 他就兩年前 需要去當病毒的車手 來還高利貸的利息 我本地就沒做了 我做一十歲 一直到這五十幾歲 我從來沒有做過一十歲 伊哈的客人 雖然拍我沒有做 我一時就反映不起來 終於要兩年的時間 我讓夫妻 我自律神經都失調 我每天都生物在一個 非常緊張 跟噩夢之下 我現在是想要跟柯市長說 我已經拍不著了 等一次來的時候 我想要跟你說 做一個市場 我才有談刀 我們失敗的名字 絕對有失敗的 拜託不要再用平衡 就幫我們拜 留意Miko的一審二審的判決來看 第一個 他是 法官是認為說 兒少事實條 將成人性交易廣告入罪 他是已經遠超夫了 兒少條例 要保護兒少的規範目的 第二個 法官同時也表達了 兒少事實條 他是構成的是刑事案件 我們從事性交易 這個行為本身是行政法的層面 但是是屬於社會法的部分 但是還沒有發生性交易的狀況下 在網路上面的 只是一個言論說 我找性交易 或是我需要性交易 這樣子 那個處罰的程度 確實到是刑法的部分 這一點是 法官都很清楚認為 這已經是遠超夫了 兒少的 這個條例範圍就是了 在這種 持續非法化的狀況下 底層的性交易勞動者 必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跟代價 那 你說Miko無罪啦 問題是Miko是少數中的少數 劉英小姐 眼睛一張開 從事開始性交易 就開始處罰 首先 所謂的我剛剛講的 社會有80條件 性交易是違法的 這個行為是違法的 然後再到說 刑法231 231是針對我們執行 成人性交易的職業法的房間 租是違法的 然後 剛剛Miko的案例是 兒少40條 廣告通路 通通都是違法的 不只是網路喔 那 再到說 像 如果是 剛剛我講的 條件更差的 經濟條件更差的 社會條件更差的 像小玉這樣子的 劉英小姐 她就會必須要被 因為她是窮人 她的金錢的 運作 本來就有困難的狀況下 必須要冒更大的代價 來 取得她的生活所得 我希望存有進言 我若不是在走出無路 也不會選擇這一條路 我是小玉 我也是個單親媽媽 這幾十年來 我是靠著新工作 把我的小孩養大 也維持自己的生活 如今我已經六十多歲了 我還得繼續靠新工作來存生活費 今年因為我們年紀大 生意是越來越的 越不好 財務缺口也很大 像我們這種 流雲貧窮 是拍廟 而我今天 僅僅為了這個十萬塊錢 我冒了這樣大的風險 去做運作的車手 這是我非常非常地不願 也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很多人 像柯市長或者 也會一樣 把這個運毒的人 看成是死的不勝的罪犯 也不了解到底是 我為什麼要窮到清房 這一檔 就像米可講的說的一樣 我是壞名 但是我不是壞人 你問我後不後悔嗎 我非常地後悔 因為 就因為這十萬塊錢 我賠掉了我一生 我將在監獄裡面八年 而這樣我身體 我將老死並死在監獄 像我們這樣的非法工作 一般的銀行 我想 而且不要說這個十萬塊 這個三萬兩萬 我們都無法接到 所以說今天我們的手 只有伸展到地下錢莊 然而地下錢莊的利息是 如果你今天 一天不完的話 我們就必須利滾利 我總共幾次博士 今天這幾萬塊錢 才挺而走的險 那目前 對於我的個案 二審是胖口 八年以上 對我來說 我想死在監獄裡面 他如果不進入監獄 他本來的生活又可以做什麼呢 他其實本來的生活 他就可以持續是為性交易 爭取一個合法化 做一個社會公益 到大莊宴校去演講 讓年輕朋友們 可以進入貧窮的問題 或者是性交易的不理解的 社會溝通的角色 那我們是 所以未來也會有 再號召社會募款 希望小玉也可以 來 就持續他願意當演講 然後讓性交易的 就是性工作者的肛苦 可以變成是一種分享 今天來這邊 我特別想跟柯市長講話 因為剛剛聽完 Miko姐跟小玉姐姐的故事 我非常感同身手 那為什麼我會有感同非常深的感觸呢 因為我十八歲那一年的時候 我為了籌四萬塊的補習費 那我就去做原教 那很快就被抓了 那當年就是兒少二十九條 那今天就是兒少四十條 那那個時候 我被法院判刑 四個月有期徒刑 罰金是十萬塊錢 所以我非常能夠理解小玉姐姐 因為負債的問題 跑去當孕魯廁手的心情 當年的我其實只有高職畢業而已 那我們全家五個人 只靠我爸一個人賺錢 大概一個月只有三萬塊 那一下子不可能籌出這麼多錢 而且 家裡收到起訴書 還有判決書的時候 我的男同志身份就跟得出櫃了 那背著這個錢 其實我什麼工作都不能找 我就跑去南南摩店工作 我這樣一做就做了十年了 因為這樣子的經歷 我對於新工作 這個產業的汙名 非常感同身受 這邊想要跟大家說 進教育這個工作 真的沒有那麼輕鬆 中間要付出很多成本 還有勞力 也沒有大家想像中 收入非常的豐厚 但是勉勉勉強強 還可以養活自己 如果家裡很窮的話 還是可以負擔一點家計 所有的工作 都有很值得被尊重的地方 新工作者跟一般上班的勞工一樣 都是付出勞力在賺錢 未來希望可以合法安全的工作 請柯市長快點落實性交易合法化 柯市府 如果你還沒有設定 如果性交易合法化的地點的狀況下 你就不要再取締 社會老80條還有兒少40條 來抓成人性交易 所以我們今天也準備了兩份公文 一份是給柯市長 另一份是給台北市的警察局 其實我們從昨天就跟警察講說 我們今天需要希望有警察局的同仁出來接我們的訴求 但是我們剛剛在這邊已經半個小時了 其實他們現在都還在協調 對所以我們再等一下 還在協調就不用了吧 我們就不用等了吧 我們已經也講了那麼久了 都瞧不出來那就算了 那就很清楚 即便是台北流英 我們在成人性交易的廣告上面 已經得到了無罪 但是柯市府 他完全沒有想要正面回應 性交易合法化的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就是 一樣就是很糟糕 來了這麼一堆人 就是派不出拿這兩份公文 真的是很可笑的件事情 又是派不出獄的